這一兩年蠻流行改所謂的直噴 就是直噴公有 那直噴車我以前也騎過 確實它的反應會非常好 沒有錯 但是因為它少了集氣箱 少了這些有的沒的東西之後 它那個進氣的聲音 是比排氣的聲音還大聲 那路上真的很多這種直噴車出現 那有一些比較有良心嗎 或是有良知的店家嗎 我有看過一些店家 他就直接說 我們這邊不改直噴車 對 因為那個噪音真的太誇張 所以他就堅持說即便改直噴車多好賺 即便現在市場上需求有多大 這個老闆都不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其實你看得出來說 確實有些人心裡還是有所謂的良知的 不要因為賺這些錢 然後或者說讓這些年輕朋友 去滿足他們的慾望 然後而導致說 整個玩車的環境是在一直變差的 對我們玩車玩這麼久 其實我們也看過很多這種類似這樣的事情 大家肆無忌憚的玩 然後結果就導致這個環境整個變越來越差 在車場來講 早期呢 大家就是 明明知道這個分貝就是 還蠻寬鬆的 但就是下場前還是把消音塞要拔掉 或者是驗完車再拿一個圍桶再去換 然後就是廠商他最大聲 然後結果就影響到其他人的練習 對那一樣在馬路上 大家都喜歡改車 而且大家喜歡改館的話 會去改認證館或什麼館 都已經改了 認證館 就算你在照應區吹高轉 應該還是爆掉了 是 所以就導致認證好像變成無事了 政府也不太管你有沒有認證 就是先驗證先抓再說 而且認證館這件事情 就好像賈菲講了這樣的例子 就是雖然大家好像蠻多人 就是在追求要裝認證館 要有鐵牌 然後心裡都想說 有這樣的東西 再去像一張護身符一樣 可是漸漸的大家也發現 就是因為發認證的是一個單位 執法的又是一個單位 檢驗的又是一個單位 所以在這麼多單位 協同作業的情況下 然後又加上大家 雖然很多人都裝了認證館 可是照應都還是爆掉 在這種背景之下 漸漸變成說執法單位 其實他好像也不太信這張貼紙 這個就是一個互信的問題 我覺得也不見得說是 各單位橫向溝通出的問題 而是說就執法者的經驗來看 他們會覺得說 雖然你有貼紙沒有錯 但是你這個聲音應該還是超過的 所以說驗車單什麼 就都還是召開這樣子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 你也不能完全去怪說 是政府單位的問題 或許換個角度來想一想 玩車的朋友 是不是自己有一些行為上比較 必須得要被放大檢視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其實大家 自己也可以去想一想 那當然我相信今天這樣子講 就會有很多玩車的朋友 那是惡法 你們還在那邊停他 什麼什麼的 最惡的法應該是40公里 後排這件事 其他的我都覺得真的噪音這東西 因為很多人會說 台灣的速限是不合理 但其實那個分貝 安靜的這個感覺是很 一直就是可以 你知道什麼樣的分貝是最舒適的 什麼分貝就會讓你感到不舒服 對 而且即便速限這麼嚴苛的情況下 怎麼都還有辦法噪音超標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值得大家 細細去討論的一件事情